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隔了一天放入冰箱拿出来的鸡 我们就会加其他材料来做成一个鸡煲 通常来说我们需要有洋葱 姜片 蒜 我选择了用火蒜 另外因为我没有干葱 所以我就选择了用本地葱的葱头来起 最后锅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和葱段和芫茜 这样就成了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通常你买鸡的时候 如果有姜蓉的话 或者你煮鸡那天 你可能自己煮了些姜葱用的话 你也可以淋下去 是超好吃的 好了 洋葱就是切了 葱头切了 少少姜片 那些火蒜的皮我就不会浪费的 我拿下去炒 因为很香的 然后就有些蒜 我拍片了 我今次就不会做蒜蓉 或者是蒜粒的了 直接是整粒放 因为这样做出来的煮会更香 我现在开了火 然后就首先炒了些 洋葱 姜 蒜 葱头 炒香了让它出了味 好了 我们开始就是蘸些油 炒香些洋葱 刚才是没下油的 现在在旁边加些油 炒香它 喜欢下麻油也可以 在这个时候就加些蒜 薑片 薑片 蒜 薑片 薑片 先炒香了 那些料头 火可以开小点 葱头 全部炒 炒 这样会更香 加入火串皮 选择不放太多油 因为鸡肉有鸡油 如果放太多油 放太多 洋葱爆至差不多 就可以把鸡放进去 因为鸡是熟的 不用煮太久 鸡肉很香 鸡肉加上姜 鸡肉很香 火不放太大 让鸡肉爆香 把鸡肉倒下 把鸡肉倒下来煮 把鸡肉倒下来煮 在盖盖前 把鸡肉倒下来煮 把鸡肉倒下来煮 让鸡肉倒下来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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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喜欢下鸡肉 可以加鸡肉 但因为鸡肉已经有鸡肉 所以没有下鸡肉 所以没有下鸡肉 接着我们就可以盖盖了 鸡肉热到差不多 我拿回 烧腊泡给我的 姜葱油 放在面上 稍后 会确保 它们的味道会滲透 刚才不用油 因为这里也有油 也不会浪费 上煮之前 我们就用手把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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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芫荽 全部撒在面上 烤一烤 就可以上煮 完成 上煮之前 盖上盖盖 加少许小兴酒 开出来的煮食就会很香 现在开给大家看 是否很漂亮呢 一流 哇 香气十足 最重要是最后灒酒的过程 现在这煮食就很香 就要煮了 切成鱼 鸡 盐 切成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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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